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或是本期大帅观战,来观战版游戏的影视,邮差,佣兵,乔酒加宽宠,上来的话直接联系,这道阵容,说实话,我觉得还蛮难打的打这边的影视,就抓一个邮差,抓个乔酒, 再加上地图,相对来说,想要溜起来的难度偏大,我更看好这边影视一点,上来的话遇到的是昆虫,这个位置的话基本上是必吃一刀的,就是电封住以后,你这个板就玩不了,游戏这边的话应该带的是个快踩传送,那五秒钟以后下一个电,这边应该是能定住,321走, 好,但是这边把这个板子踹了以后再考虑去浇这个电,那,其实刚才直接浇电过来,我感觉是有机会能打一刀的,就是电在这个板子处,现在的话应该是可以,哎,这又被一个,那个,顾臂跳失误了,那先打一刀, 这刀打完,要不要传呢,我觉得可以传啊,这个传送,对,这边的话是远程通过透视,刚刚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可以再回去看一下,远程通过透视是可以看到这边有人的,直接传送过来,抓着调者是这一刀, 好,然后起飞,只要找度,定,可以,调者是这边喝酒,这口酒应该是奶不上,这边求者是7,刚才的话是0.15加0.3,0.45,这一刀的话是三人分摊,加个0.2,0.65, 也就是说如果球者这边能够来帮忙分摊的话,这个调酒师,哦,这口酒奶上了,对,这个,现在受到伤害以后,这个是不打断的,我老,我没有把它当做那个,因为刚刚想到这刀肯定能吃上嘛,但是,调酒师它是可以补上几口血的,那刚才是0.65-0.5又变成0.15了,那我觉得游戏这里可能会抓这个调酒师, 然后通过这边的串联伤害去打这个穷者,一双刀有没有,有,好的,再打了一刀三人,0.2,也就是现在受到的是0.35,嗯,他好像这边似乎是想要去找外围的人来找击倒,远程飘,哇,这口飘飘的有点远,不叫这口飘,这一波飘,定住我,好的,昆虫这边再补一刀, 好,这口昆虫的话,现在差应该0.2能倒,0.15能倒,现在这口昆虫应该受到0.85的伤害,哦,这边的话是通过远程连线把这边的油拆给击倒了,这把确实游戏还是他一贯的这个风格,打得比较飘,我都没有看到这边的油拆,还没有留意到这边油拆啊,这边油拆已经倒了, 那球人这边的话,救人,佣兵受到的伤害是0.15,他能来救人的,即便吃个独立伤害他也能把人救下来,但是这里可能会考虑,因为二阶了嘛,可能会考虑定住来打一波,这刀先打,那这样的话有机会,这个人不一定救得下来,有传送的,传送,他救不下来了, 这里,位置上面锁住的话会过半,过半以后要不要看情况来补个电,他补的是红电,加蓝电,哎,这波红电加蓝电,这样会直接晕住吗,然后,一刀,nice,同时还利用串连带走了这边的昆虫,过来,气球刀,卡住就行,卡住就行, 这的话,他这边交电,然后再补,定住,nice,等,好的一刀打,伤害补出,这一轮确实,感觉打出了一个影视的教科书级的一个打,感觉啊,就,突然之间一波直接暴毙,就,从这边游差,倒地,到求生者边,锁,或者到这边锁定胜局,也就不到一分钟, 突然间又直接打完了,游冰这边是一刀没的,一刀,好的,然后,过来,蓝电,定住,转圈圈,那,你总得有跟打吗,应该是没有了,这两个人都是教自己的,好的,那么本期视频呢,到我这边就结束了,也是感谢大家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